台南有男子到西门路上的连锁零售店 说要买手表和收音机 没有想到结账时 他看到柜台放了爱心林前香 竟然动手行抢 甚至破坏了柜台机具 直到店长出面将他制服 他才肯作罢 隔着柜台店长和男子 双手紧抓林前香 谁也不肯放手 用力一扯男子往后脚步踉跄 眼看没抢成功 竟然开始破坏柜台机具 店员拉着机具 店长扯着男子 两边同时阻止 顺利拉开后 店长立刻把男子制服 到柜台要结账的时候 他在柜台左右张望 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 后来好像是发现了 我们易电源的林前香 就做事要把他拿走 28日上午台南北区 一间连锁零售店 这名57岁男子到店里 买手表和收音机 结账时看到柜台 摆着爱心林前香 竟然做事拿走 因为林前香有状防盗设备 男子第一时间没有得逞 店员制止不听 只好请店长出面 这时店长从他手中 抢回林前香 男子一丝恼怒 开始破坏柜台机具 店长只好把人 拉到门口制服报警 男子没有工作 居无定所 不论一时歹念 还是有所苦衷 犯了错 终究要为自己的行为 负起责任 记得台南综合报导